程不生 你居然被证过 给这个女人写信 程不生 很好啊 你忘了 当初是谁救了你 是谁立派众议 让你做了我的丈夫 是谁帮你创办了越南集团 如果你还想着那个女人 还惦记着那个业重 你就被我从这里滚出去 知秋啊 你说 之前我们是不是多虑了 照现在这个样子 李腾飞确实是把余鹏月 再往死里逼啊 进 程老 叶总 你来得正好 我让你打听这事办得怎么样了 已经打听清楚了 我就来汇报这事了 余鹏月的公司啊 现在已经搬工了 而且她那房子也退租了 确定吗 确定 好 余鹏月这次是潜驴继穷 竖手就勤了 不过 不过什么 说 不过余鹏月好像没解散公司 她让员工都在家办公 叫 虚拟办公 虚拟办公 好 叶总 论坦置顶付费的项目 陈老 你也在 同费 我正想问你 余鹏月的那个虚拟办公 到底是怎么回事 跟你当初 在创业大赛上的那个项目 有什么关系吗 是这样的 自从大赛之后 我也觉得那项目太过超前 所以就把它送给余鹏月了 后来听说她做了一些完善 具体完善成什么样子 我也不是很清楚 没想到她拿出来就上了 李腾飞 你这是公然自敌 行了 现在不是相互指责的时候 再说 余鹏月的虚拟办公 也没那么可怕 先不说技术问题 但从心理的角度上说 员工在一起办公 有一种天然的凝聚力和集体感 在家里办公就很难用了 换句话说 用了这种东西对我更洪散 看来她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看来她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唐飞啊 抓紧时间想成对策 不要犹豫 趁她病要她命 放心 我已经要下面人去应用队了 那就好 行 你们先忙 我先走了 陈老 我送送您 李总 您在这儿等我一下 陈老 您还在犹豫上了 这还不能说明有问题吗 这一看就是他们相互勾结 是迷惑我们的 是 两面上看 他们假意遣散员工 做出一副虚弱不堪的样子 可实际上呢 是通过虚拟办公室项目 节约成本 积攒实力 以图通三再起 最关键的是 这个虚拟办公室项目 原来还是李腾飞的呀 他们俩这个阴谋 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啊 陈老 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分 不管怎么说 余鹏月已经被逼到这一步了 想翻身已经很忙了 如果他们俩真的勾结的话 没必要把这苦情戏演到这一顿上 找个时机 把公司卖给我就好了 就算他们俩早有余了 也在我的掌控之中 只求 要沉重气 越是这种事 就要看谁更有耐心 再跟我多说一点 关于李腾飞的事呗 你问这个干嘛 前段时间呢 陈老怀疑李腾飞跟别的公司有勾结 就让那个姓叶子去调查一下 结果这姓叶子纯属弄事啊 什么也没查出来啊 我就想着我自己再查一遍 万一要让我查出什么事来 我当着陈老的面 才能狠狠地扇那姓叶子一大嘴巴呀 看在你这么对付叶志秋的份上 行吧 你想问什么呀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李腾飞的老家不是晋东县 是隋安县呢 嗯 我当时听周 李腾飞的同学说 当时政府要在山上修水库 这才把李腾飞的家人和权权 人签到了境内 陈老的老家也是隋安县 这么巧吗 李腾飞是哪年出生的 哪年出生的 嗯 好像是八七 八八年 你确定是八八年吗 那怎么了你一经一扎 八八年有什么好奇怪的呀 不是 你现在听我给你分析啊 按照现在所知道的情况 李腾飞刚出生不久 他爸爸就去了上海 而陈护生 不是 陈老就是八八年到的上海 而且他们两个人的老家 都是隋安县 难道这一切都只是巧合吗 那问题是他们一个姓陈一个姓李 你怎么能联系到一起去呢 那也是啊 不过说到他爸的名字还挺搞笑的 搞笑的 他爸叫什么 你说一个穷打工仔吧 你说没事起什么唐朝和皇帝的名字 他爸叫李世民 搞笑的 你踩什么刹车啊 你吓死我你 陈老的原名叫陈世民 他改过名字这件事 只有我跟郭夫人知道 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 郭夫人高兴的时候 还拿他这个名字开过玩笑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吗 那叫菲菲的还那么多呢 那李腾飞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 这我哪知道呀 不是 她还在你身上 你们那上班 你查一下紧急联系人 不什么都知道了吗 我往哪儿看的 我要回家 你听见了没 我去哪儿 全在这里了 陈老让你查这个干嘛 不该问的别问 忙你拿去问 知道 不管他干什么 你统统给我记录下来 随时跟我汇报 你要密切注意 跟他接触的人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李应春的女人 一旦有这女人消息 随时跟我汇报 随时跟我汇报 干什么呆呢你 出大事了 送开 出什么事啊 咱们俩 咱们俩 又发财了 又发财了 陈老 不是跟你说了 不要来放我了 陈老 是 是这样 我大听到一些重要消息 所以必须得来跟您汇报一下 是关于李腾飞 李总的 你去打听他干什么呢 上次您吩咐叶之秋去查他的时候 我不是正好也在吗 那既然听到了 我肯定得给您帮帮忙 替您分分忧嘛 那是挺积极的 打听到什么了 我打听到咱们李总是单亲家庭 刚出生不久呢 他父亲就去外地打工了 后来死在了上海 那会儿他才不到三岁啊 这些我早就知道了 还用你来告诉我 我还打听到 咱们李总的老家 不是近东 而是隋岸 另外 我还听说 咱们李总的父亲 叫李世民 他的母亲叫 李应春 不用听这么说 我去吧 你也要回答我 我啊 你听不懂我的话吗 赶紧给我滚 我滚 你别生气 我我我我 咋样啊 程老听了是什么反应 有没有脸色都变了 不但什么反应都没有 反而把我骂了一顿 这下惨啊 要是让姓叶子知道了 还指不定怎么笑话我呢 你说她听了之后 什么反应都没有还骂你了 她让我滚 从来没见她发这么大的耳 看来咱俩这回是猜错了 走吧 傻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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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道是英雄莫文楚楚 你很有意思 也很有潜力 坐怀不乱 李威还有极致 我果然没看错 志愿 您顾一下啊 陈古生 你居然背着我 给这个女人写信 陈古生 很好啊 你忘了 当初是谁救了你 是谁厉害仲仪 让你做了我的丈夫 是谁把你创办的越南集团 如果你还想着那个女人 还惦记着那个念中 你就被我从这里滚出去 从国家滚出去 从越南集团给我滚出去 我能给你的 现在我也能亲手把她收回来 帮助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